那我们今天来到的就是全世界首创第一座以计程车为主题的博物馆 在我身后这舞台呢是来自五个不同城市的古董计程车 那我们现在就请到馆长那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计程车博物馆的历史吧 嗨 你好 你好 是计程 因为刚好也叫计程车 是 大家都亏我开计程车 那可以帮我们就是介绍一下这舞台吗 好 我们讲计程车我们讲是城市跟旅行风情 所以这舞台分别是纽约伦伦伦伦东京和台北 五部车加起来251岁 说实在这些是计程车 它不是什么名贵跟什么高级的车子 可是它是很庶民跟平民跟你旅行的时候遇到有关的见证 大家看这台 它是2015年复兴航空空难的时候所擦撞到的计程车 那可以看到这些零件呢 就是当时散落一定的零件 也被保留还原在这座服务馆里面 那我2000年去纽约玩的时候就看到一台礼品的计程车 上面的车号又刚好是我的生日 所以我就开始收藏计程车 是这一部 对对对 所以这个博物馆 会开博物馆的原因都是因为都从它开始 一切都是它开始 对对 没有它就今天没有这个博物馆 你看 109这是我的生日 我10月9号生日 然后这是建策的礼品馆 我10月3号生日 到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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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